一到节日,各大在拍剧和带播剧都会发布相关的节日物料 尤其是对于一些保密度比较高的剧组来说 这样的物料也是非常难得 可以欣赏到最真实的剧照,了解到最部剧的风格 除夕的前一天晚上,由杨子、范春春主演的电视剧《199爱》发布了新娘物料 也是印证了那一句我害怕大年三十的祝福太多 所以提前送祝福 而此次的春节物料也是该剧开机后首次发布剧照 是第一次正式物料 再加上这部剧开机后基本没有路透 也让大家非常好奇 所以此次物料一发布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为了符合春节的气氛 所以放出的剧照也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前的合照 其中主角杨子和范晨晨坐在镇中央面对镜头 杨子身穿黑白橙色条纹上踢 双手捆着脸 微笑面对着镜头 再配上高马尾 整个人青春洋溢 状态很不错 而旁边的范晨晨则是身穿黑色卫衣出镜 脸上看起来有些严肃 但双手手指头确实非常活泼 同时指向了旁边的杨子 这样的小互动也是非常有爱 上原本很难想象两人同框的观众也是成功解惑 CP感非常不错 除此之外 餐桌旁还做了猪猪严满姿 王权月 方月强 赵瑞 四名演员宣穿剧中服装 面对镜头比出各种可爱的姿势 最左边还有两位年纪大的长辈 也是开心面对镜头 看上去好像是家族聚会 整体氛围非常融洽 与春节的气氛也是非常符合 而这张剧照中 除了演员之外 大家也注意到整体的背景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 无论是屋内整体的颜色 还是家具和摆设 都非常具有复古感 整张海报也充满了时代气息 而根据此前的备案 这部剧讲述的是从1992年到现在的一代人的青春故事 从这张剧照看 整体的滤镜和质感还是非常在线的 非常符合倾向剧的基调 不少人都表示 如果镇片能够保持住这样的质感和滤镜的话 整部剧的质量应该还不错 也是让人对这部剧越发的期待了 看到电视剧1992i发布首张剧照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 杨子